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Sukiyaki United 今天呢我想要分享一下最近新买的秋冬基础款的小鞋子 我们呢是去了附近的一个 哎呀妈 头发 今天我戴的也是上次双十一买的那个叫做元气少女的短发 我觉得这个短发好像逼真度比长发要好一些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是去了附近的一个奥特莱斯 买到了很多鞋子 耶 所以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新鞋 这些鞋子的牌子叫家宝 是一个来自德国的品牌 属于那种 我觉得算中高端 就是也不是奢侈品那种感觉 但是是一个正儿八经脚踏实地好好做鞋的牌子 我之前从家宝买过根比较高的凉鞋 然后可以穿着它走三四个小时的路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我觉得家宝的鞋子质量非常好 然后也非常好走 所以还是非常推荐给大家的 我知道很多日系的时尚品牌都会做鞋 不管是地球人还是Lolita 像AXS Twin Amable 然后Lolita这边 什么Baby AP 都会做鞋 但是 我个人觉得这些鞋子虽然样子很好看 但是 时尚品牌 时装品牌 毕竟不是专业做鞋的 它们的鞋 首先不会用真皮 其次 就是整体的构造 做工 都不是很好 穿起来比较费劲 比较难走 所以我觉得 因为它们样子好看 所以偶尔买一些来搭配是不错的 但是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子都应该有那么一两双 货真价实 高品质的鞋 所谓高品质并不是说什么 Lobotone或者是Valentino那样的奢侈品品牌 而是就像家宝或者是Clarx这样 就是正儿八经做鞋的好品牌 嗯 而且如果你是甜娘的话 可能会比较辛苦 因为很多地球人正经做鞋的品牌 不会出那样风格的鞋 但如果你是搞死娘或者是克拉娘的话 我觉得很多这些品牌的鞋子还是非常非常好穿的 比如说这一双 这是来自Clarx的 是大概三年前左右购入的 我穿这些鞋大概搭过500套衣服 因为真的这双鞋和我衣柜里面的每一件克拉系的衣服 都可以搭配得上 颜色非常好看 然后设计就是对于这么高的根来讲 这双鞋也属于比较好走的 所以真的是我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双鞋 然后价格的话你其实算一算 当时入手可能也就130-140刀左右 算下来其实比baby还要便宜 所以我觉得克拉娘的话 投资这样一双好鞋是非常值得的 然后我呢 其实是个买鞋买得比较少的人 我还记得刚刚入圈的时候 在国外的那种匿名吐槽站 还被人说这个人怎么老穿一样的鞋 我确实经常穿一样的鞋 比如说刚才的那一双 所以我的鞋的这个整个收集量其实并不是很多 而且从美国搬回国内的时候有很多鞋 因为也没有很多鞋了 有那么几双鞋因为不好打包啊什么的就没有带回来 所以我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居然没有一双像样的 正儿八经的过冬的靴子 所以呢就去奥特莱斯 正好下包打折大采购了一番 好的那么第一双鞋呢 在这里 这是一双黑色的皮鞋 然后这个靴筒是有点褶皱的设计 这双靴子的高度大概是在小腿肚 但是我觉得便不嫌腿粗 可能是因为褶皱这个设计吧 然后前面有两个拼接 然后鞋面上面也有一些皮质的拼接 然后大概有一厘米的防水台 也不算防水台了一厘米的话 这双靴子的亮点呢在后面 它是一个把鸡带放在后面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细节非常可爱 黑色的靴子在秋冬可以说是百搭 我之前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双靴子 高中时候买的吧 就是黑色 然后真的是可以搭任何衣服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双靴子 真的是非常实用 也可以在这个季节大活跃的单品 对家宝的鞋子 其实正价的时候有一点点贵 我觉得 但是就像这样的基础款的话 打折时候买非常合适 因为就是基础款嘛 我觉得是哪年初的并不是很重要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采购机会 好那么看下一双 就决定是你了 开看一下 好第二双呢就是这样一双 酒红色的短靴 这个颜色我非常喜欢 真的是很克拉 和今天 和今天是不是非常搭 是一个很经典的classic酒红色 也叫Burgundy 伯根蒂红 酒红可以说是当季的主打色 我觉得这样一双鞋 也可以为你的搭配 增加很多色彩 这双的背后也有一个小细节 这是一个算是搭扣吧 很小 但我觉得很可爱 鞋面上也是有很多拼接这样的设计 甲宝的做工非常的不错 好像是在 我记得有一双是在 这双是在葡萄牙做的 刚才那双好像是在什么苏格维尼亚 总之就是质量非常的好 然后走线真的是一丝不苟 就这样一双可爱的红色短靴 不管是搭配Lolita风格 Otomane风格还是日常的地球人 都完全没有问题 很喜欢这一双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那么看下一双 下一双是 啊我喜欢这一双 其实本来在奥克莱斯里面 看完家宝还想看一下Karts 但是后来在家宝买的太多了 所以就没有再去看Karts 有点可惜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一双非常的好看 等一下 是这样一双 这个应该算牛筋鞋 嗯也是一个不能算短靴吗 好像不能算 就是牛筋鞋吧 嗯然后是一个拼接的颜色 从鞋尖往里面分别是黑色 深蓝色和灰色 这样一个很独特的渐变颜色 我觉得这个鞋搭楼梨 它也会非常好看 特别是搭一些干色的裙子 嗯搭上这样一双鞋 我觉得很别致很可爱 这双鞋也可以搭今天穿的这一身 因为这个饼上面除了红色之外 有很大面积的干色 这样的话使用干色的小物 可以更多的把这个蓝色的成分加强 也是一套非常不错的搭配 好的 下一双那么就是最后一双 这双不是克尔茨的 但是好像是就是和克尔茨同一家代理商 也是某个国外可能是欧洲的这样一个做鞋的不错的台子 看一下 最后一双鞋就是这一双了 这是一个算是棕色 偏浅一点的奶棕色 交叉绑带比较有复补的感觉 也经常出现在Lolita的鞋里面 所以如果你希望你买的地球人的鞋能够搭配你的Lolita单品的话 绑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双鞋除了绑带之外呢 在侧面还有一个搭扣 分加了装饰性 然后鞋跟还好 其实这么高应该是我日常鞋的极限了 再高我就走不动路了 这个鞋上脚之后还蛮显脚瘦的 然后这个鞋头的形状加上这个鸡带的设计 以及搭扣都是一款非常适合Lolita搭配的鞋 其实这一双也可以搭今天的衣服 因为这个衣服上面也有黄色和棕色嘛 然后其实真的像黑色一样 棕色的鞋可以搭所有的颜色 所以对我来讲靴子的基础款 一定要涵盖的颜色就是黑色 棕色和酒红 然后款式的话一定要涵盖的是绑带 然后孔高的话也尽量做出一些不同吧 你看我今天买的这几双鞋 孔高都完全不一样 应该是刚才那双蓝色的是最低的就没有帮 然后是红色这个稍微有一点帮 这个的话更高一点 然后黑色的话是非常高小腿 其实再高一点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比起买很多双不怎么样的鞋 都不如买一双经典实用又耐穿的好鞋 我觉得在鞋子上面真的是追求质量 比追求数量更重要 今天穿着的是来自J.Marco 这是我买的第一件J.Marco 叫国内教训章饼 然后上面写的应该是Everlasting Memories 是一个以这个军工章为主题的设计 我非常喜欢颜色的搭配 比如说酒红啊 干色啊 还有生橙色的底色 都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所以他们去尝试一些不同的颜色组合 非常有趣 衬衫其实也是J.Marco 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子设计 领子里面是有钢丝的 所以它可以自由的卷起来 或者是放下 是一个 就是在一件其他方面都很中规中矩的白衬衫 上面加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细节 我个人的话非常喜欢这样的单狀 今天呢我们的人台小姐穿着了一件来自Fint的连衣裙 这也是我买鞋时候穿的裙子 整体面料啊设计以及这个裙子的长度 都是一种很浓郁的复古风 这也是我最近对Fint一个很显著的印象 就是之前我觉得Fint和Armamo 风格还有点相似 就他们的整个都是比较偏日常 但是有点可爱这样的日常服 但是现在的话很明显 就是Armamo会 还是那种年龄稍微低一点 然后比较可爱学院风这种感觉 而Fint呢是像这个复古 就日常系的复古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最近真的是Fint有很多很多 充满了复古感觉 然后又很日常很好穿的裙子 包括我在上一次做的这个秋季 十道的秋季lookbook里面 穿的第二套 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这一套 就是来自Fint的一件连衣裙 正好秋冬季节又很流行 比如说深红色的唇膏 然后深红色的眼影 我觉得趁这个季节 如果你想要尝试一下Vintage 古着风的话 蛮推荐Fint的 嗯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次 购买秋冬靴子的购物分享 希望你们喜欢 谢谢你的收看拜拜